裁员裁到大动脉了 小哥平时在公司要负责七个部门的活 由于工作太累多次提出离职都被主管压了下 有一次主管出差老板上阵看到公司人太多 一个不顺眼就把小伙给裁了 真是喜从天降呀 你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区别 员工主动离职是没有补偿的 而公司裁员的话是要给员工一大笔赔偿金 小哥高高兴兴地到老板那里移交七个部门的工作 看着手里的契落移交资料 老板顿感小脑萎缩大脑一片空白 小哥拿上外套潇洒一开 试了服依去深藏公寓名 留下老板在风中凌乱 网友惊呼 本想切掉的是盲场 没想到切到了大动脉 呦我可太开心了 本来提过一次离职被主管压下来了 我一个人负责七个部门的业 我真是做牛做马呀 主管外出了 这回老板他为了提高人效 我直接把我给裁了 总算解脱了 我太开心了 对此五星企业家麦克阿瑟发表评论 这就好像大家近期听到的笑话一样 公司裁员居然把大洞卖采了 谢莫杀驴居然把千里马杀了 想砍杂草结果把摇钱树砍了 哈密结果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